大家好,我是孫雲,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怎麼提兩個字,詭異 講講港股,今天港股走勢的期間真的挺詭異 高海之後逢一聲跌下去,一度跌成300點 期後補快反過來就上升了,最後全日升396點 全日最高位收市,收24907點 升396點,成交是1194億 今天能夠升得這麼厲害呢? 又是騰訊,騰訊是西非利,接近4.9%,接近5%升風 23元又多了,加上港交所也不錯,優於大事表演 有幫有做好,連匯豐也有些貢獻 令律士,今天就差不多升了400點 收市 講回整個市形勢,剛才講的點題是兩個字 是詭異,詭異,很古怪的 講今天的市況,認真是貼切的 一方面,今天的走勢本身都比較詭異 因為開頭,盤前的交易本來是升幾十點 但在定了開市價之後,突然傳出 美國方面,一位主要顧問,白宮要員 納瓦羅,對華的超級鷹派 突然爆出一句,報道 說中美貿易談判已經玩完了 一出,道指期貨就急跌了 整個亞洲股市都跌了 港股因而跌至24,188點 穿過4,200點 不過很快就出來澄清了 美國的白宮,包括特朗普都出來澄清 說沒什麼事,中美貿易談判仍然完好 協議仍然有效 一出,道指期貨就發回頭 港股以至亞太區股市逆成勢 扭轉回跌勢,扭跌為升 所以說詭異的走勢就是這樣 無緣無故把他的說話出來 很快就澄清了 究竟是胡蘿賣什麼藥 如果不是美國的白宮方面 如果香港其他人,例如上次公司這樣說 一定被人說是否有陰謀 現在美國方面這樣說 大家不知道從何說起 是否有做市嫌疑呢 就很難說了 因為美國方面沒有來做市 如果涉及其他人 可能有做市嫌疑就會出來 正正是這樣 港股今天先跌 反正跌回升 整個走勢本身已經怪異 其實不要說走勢本身 整個形勢來說也是詭異 為什麼這樣說呢 市市今天再升 但其實整個環境 起碼兩方面很重大的憂慮 市場人士一直都在說 但股市仍然是不理的 其中一個剛剛講完的就是中美的情況 為什麼納瓦羅說了幾句話 市場人士這麼害怕呢 原因實在是跟中美關係 其實持續緊張有關 並沒有任何好轉 特別是上星期 以前是國家安全顧問 美國方面的 博爾頓出書之後 大爆特朗普內幕之後 普遍認為特朗普一定會反擊 反擊方法是什麼呢 顯示得被 博爾頓說他對中國很軟弱 要求習近平主席 幫他連任 反擊方法就是 顯示自己對華很強硬 是超級英 比博爾頓還英 比博爾頓還英 一般預示 特朗普會做很多事情 大打中國牌 打中國牌股之前 一定是對中國強硬 說話 動口動手 不得之 一定是做很多事情出來 顯示自己 對中國 對中國 是火拚的 硬拚也不害怕 所以整個狀況 大家其實心裏 其實擔心中美關係 會繼續惡化 所以納瓦羅說一說的話 立即大家 就算不信得十足 都要信一點點 都要做些事情 起碼做些事情 控制風險 所以先令到整個股市 一開聽這些說話 立即跌下去 顯示 中美貿易的整個關係 仍然是惡劣 對股市仍然有大隱憂 特別是 接下來 港區國家安全法 會反應一個星期左右 就會出來 到時 中美又會怎樣角力 這個大家 其實都是有擔心的 但是問題 擔心得來 股市繼續升 鬼之處 在於遲點了 所以大家留意著 接下來中美關係 肯定還有很多麻煩的事情 這樣的情況之下 股市繼續升 升了多久呢 所以大家留意了 第二個鬼之處 在於疫情 大家之前 兩三星期前 曾經一次擔心疫情 美國方面 說美國 爆發第二波 令到美股 單日跌超過千百點 很多 換言之 一度很擔心美國疫情 爆發第二波 現在 美國疫情爆發第二波 可能性 就看來越來越大了 過去一段時間 一路飆升 例如過去幾天 多日 單日 新增確診人數 是超過三萬的 但是你看到美股 並未回落 仍然是高位 形勢相當詭異 接下來這個星期 更加被當地的專家 就形容為 一個關鍵的七天 因為 過去一段時間 很多州的疫情 都是創出單 爆發疫情而來的 單日 新增確診數字的記錄 整個形勢 非常危急 其中 德州的州長警告 可能會重啟封城的措施 這樣說 而且 蘋果店 在美國部分城市的蘋果店 已經關門 顯示 大家都很擔心 當地疫情 再次來第二波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不要理會 但是股市繼續升 所以詭異之處 就在這裡 第三個詭異之處 就是跟不同支撐格格的走勢 都是比較詭異的 一方面 股市就不斷升 剛才說 看到美股 這麼多利淡消息 美股仍然維持升勢 其中立指更加 在創收市新高 剛剛的昨天 但是 與此同時 其他 避險資產的價格 又是上升 因為股市 就是追逐風險的資產 避險資產亦都升 兩方面都一起升 避險又升 不避險又升 避險的資產 包括什麼 可以看看這個 黃金的價格 突破了頭肩底的頸線 這個肩頭肩 突破了 去到1755 最新的位置 走勢非常強勁 在挑戰高位 與此同時 另一個避險資產 美國十年期各債 都是向好 價格向好 息口向下 知識向下 看到這個在做0.7118 一直在低位 一直在50天線的水平 一直在壓著上升 一跌穿 很有可能 再跌 債券 剛才所說 都是避險資產 避險資產又升 換言之 市場人士 一方面買風險資產 股市就這樣升 另一方面 避險資產也買了 形勢就是所謂相當詭異 就是這樣 所以接下來大家要留意 究竟這個形勢之下 講恆生指數會怎樣走 留意幾件事 第一 當然就是這個重要的阻力位 不能夠穿到 今天的走勢是強了 因為升穿了百天線 接下來的重要阻力位就是這個 25303點 6月10日的前浪頂阻力 這個是重要的阻力位 這是第一個要留意 第二個要留意 就是騰訊 騰訊 今天狂升 升得很厲害 但是其實 從頭肩底的角度 這個肩頭肩 已經完成了量度升幅 因為升太厲害了 已經完成了 而且RSI去到70多的水平 超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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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78 接近80 換言之騰訊 完成了能力升幅 目標 又RSI 14000來講 去到78 極超賣的水平 會不會 就打手起 留意 第三 當然這陣子升極 都主要是靠 新經濟股來拉動 其他股份 走勢 沒有市那麼零例 譬如今天 市升成400點 但仍然有10隻 恆生指數成份股 是要下跌的 這個是比較少見的 所以接下來 看看未升的 是否能夠跟著上升 包括什麼呢 就是匯豐 現在摘著低位 會不會反過來 大家留意著這幾個因素 看看在這麼詭異的勢勢之下 這麼詭異的勢勢 能不能夠續勢 就看著這幾點了 講到這裏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請看